维多利亚港是香港其中一个最珍贵的天然资源 政府在2001年推行了净化海港计划第一期之后 维港水质受到来自九龙和港岛东污水的污染问题 已经得到大大改善 这间处理厂每日清除大约80%的原浮固体 因而防止约600吨污泥进入海港 污水经处理后会经由一条海底排放管排出西面的海港 目前淨化海港计划 每日收集和处理来自九龙以及港岛东北部 约350万人的污水 这是相等于每日约140万纳方米的污水 逐一填满560个奥林帕克标准游泳池 我们见到较脆弱海洋生物也都漸漸回到海港 显示出海港的水质 特别在东部和中部都得到明显的改善 这些改善将会随着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夹而进一步提升 届时将可以处理余下25% 来自港岛北部和西南部的污水 我们将会改善河水收集区域的8个初级污水处理厂 和旷建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 新的污水隧道将分别从北角和鸭利洲伸展到西形盘 再由西形盘连接到昂船洲 隧道的总长度将会是21公里 大约是香港和澳门距离的三分之一 这些隧道的深度在海平面以下70米到160米之间 这个最深深度差不多是等于仪和大厦的高度 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夹污水输送系统 最初会应付约100万人的污水 每日输送约45万立方米的污水 足以填满180个奥林帕标准游泳池 采用深层岩石隧道钻刮 无需挖掘路面来铺设喉管 所以是不会影响交通 对公众影响可以减到最少 大厦地基将不会受到影响 也对将来的土地发展不会造成限制 经过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之后 包括污水输送系统的检查、设计 以及建造的顾问研究 于2006年初展开 然而这些深层隧道 将会面对设计和建造方面的挑战 深海岩石隧道钻刮 是一项特别需要专门技术的土木工程 尤其是因为有潜在地下水滲入的机会 以导致隧道出现水浸情况 挪威对这类工程 具有最充裕的相关经验 因此協武处 你曾经到当地的相关项目进行探访 而参考最先进的技术 我们仔细地分阶段去计划和执行项目 由详细的资料分析和研究开始 因而进行全面的地质检测 我们有垂直和倾斜的探控取样本 当中一些会瞄准关键的地质特点 包括段层大 为了在隧道水平位置取得连续的岩石样本 我们采立了一种最近在挪威开发的技术 从而提高安全水平 所有土样和岩芯样本会被安全感存放 公投标公司参考 对隧道转刮工程时 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建筑物 我们会进行检查 包括视像检查 光学和热成像检测 这些检测结果将会为建造期间的测量 和监测提供基础 考虑过较早前和最近取得的地质情况 驱务署和顾问公司 共同认真检讨和制定路线和深度 从而将对外的骚扰减到最少 并将整体成本降低 在这些福審中 我们会尽量避免工程进入私人土地范围 例如在西区海底隧道附近 我们曾经因此而改变路线 我们在这个阶段 驱行了一系列的价值管理 和风险管理的研讨会 隧道转挂的方法和定线 也都必须为居住在工程附近的市民所接受 因此早于2004年 政府就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 进行广泛的公众咨询 我们就本计划 多次向六个区议会 和共建维港委员会 作出全面的会补和咨询 成员都表示广泛支持 处方的承诺 在隧道建造合同内 会包括各样环保措施 尘土、噪音和震动 都会受到严格监测和有效控制 当污水隧道的路线 在宪布刊登 政府未有收到书面反对 我们采立了两种隧道转挂的方法 由鸭尼州至香港仔的商管隧道 我们用定向的转挂 这条隧道直径为600毫米 对于相对直径较小的隧道 这个是较快和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正确的遥控操作转头 避开埋于附近地底现有的各种设施 至于其余直径较大的隧道 我们将会使用转爆方法 这个方法能够为安装临时支撑结构 提供更宽裕的工作空间 转爆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 它不会好像隧道转挂机 有被困断层大的风险 而如果越上困难的地质环境 转爆方法可以更明会应付不同的情况 这个方法被认可 能够成功和安全地处理地下水流入 另一个好处是 从隧道挂出的花肛岩 可以被转换成具商业价值的沙石 为每条隧道和树井 所进行的爆破评估显示 所有轮近设施所受到的震动 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转爆工程从勘测 探查 和前期冠章开始 转孔 然后放入炸药 然后引爆炸药 然后完成通风 移走碎石 所有松的岩石也都会被移走 如有需要 安装临时支撑 稳定岩石面 并需要大量的灌状 2008年2月 我们邀请了 有兴趣的本地和海外承建商 参与全面的简报论坛 2008年底开始照表 该项护水输送系统建造工程 已在2009年7月展开 并预计于2014年底完成 根据2009年的预算 该项建造工程将花费82亿港元 这个又是一项庞大的计划 它也会为我们带来莫大的益处 当计划完成之后 香港将拥有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现代化的污水收集及处理系统 更清晰的维港水质 将保证市民和旅客都可以享受一个美丽 和富有吸引力的维港 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间 一个为更清晰明天意见的驱务处航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